Odio Jungle Odio Jungle 中国人指西打东,还是外国人盼着武统? 中国正在为武统台湾进行训练,美国国家利益网站4月10日刊登的一篇分析文章, 将西部战区空军近日组织歼10C、歼11A等战机,进行实战化训练的消息,与传言中的武统台湾联系起来。 文章分析称,四川盆壁和青藏高原,与台湾的地质气象条件类似,大陆空军的训练正是为了武统做准备,外刊猜测文章的截图。 近日,解放军报的一组图文报道称,西部战区空军谋旅组织歼16进行低空密集编队训练。 此前,中国军网也披露了西部战区空军的歼10BC和歼11A等战机,进行战备巡航的消息。 近日网络上出现的被认为部署到高原机场的战机,这些看似在中国西部的训练,实际上与中国东南部的台湾有关。 国家利益分析称,虽然中国解放军熟悉两栖登陆与跳伞战术,但在寻求空中优势以保护地面部队武力攻台时,中国的飞行员依然缺乏实践。 国家利益文章称,台湾中部的山脉与其沿海平原的海拔和气候形成鲜明对比,而与山更是世界上最高的岛屿山峰之一,海拔接近4000米。 这些西区山地的大部分地区是轰炸机与战斗机的天然近飞区,这也是解放军摧毁花园地区台湾空军的一个障碍。 此前相关报道提及歼10B与歼11A在西部战区空域联合开展战备巡逻,分析人士称,解放军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对飞行员的低空飞行训练,并在与台湾地质气象条件相似的四川藤地与青藏高原开展演习。 文章还提到,2017年下半年以来,解放军的轰6K空炸机,多次在玉山附近进行近距离飞行,也说明解放军在加强对台湾中部地区的侦察,兼11战机挂弹高原演训转载,请著名来源环球网,ID,HUAN,QIU,COM。